就在前两天,星空在XBOX游戏展上一口气放出了一支 时长超过40分钟的实际演示视频 可谓是让各位玩家过足了瘾 不过,我还是想聊一聊我个人对这支实际演示 不太满意或者说是有些失望的地方 所以本期视频呢,我就来聊一聊13点 只会让我失望的地方 无心机智的展示 我感觉本次实际演示的主题 就是展示游戏的丰富程度 展示了大量的星球,不同的物种,各式各样的武器等等 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 在这45分钟实际演示中展示的绝大多数内容 都是之前已经展示或者是玩家已经知道的机制 并没有展示以前没有出现的全新的游戏机制的画面 首先,我先来总结一下新展示的系统或是界面 主菜单界面,简洁明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装备菜单界面,这个之后详说 大地图,也就是星系间签约的界面 船员分配界面,这个界面算是一个新系统的展示 玩家可以分配船员到不同的飞船或是前哨船工作 不过貌似没有分配具体工作的功能 所以我推测在星空中 游戏可能会根据船员的特长 自动给其分配相对应的工作 而不能像某些游戏一样手动分配 武器模组升级界面 之前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武器是可以自定义模组的了 而在本次实际演示中展示了制作和升级模组的界面 照相模式界面 所以算下来的话,大概就展示了6个全新的界面 而我比较期待的系统 例如伙伴、帮派好感度系统 恋爱养成系统 对话游戏系统的详细说明 飞船、基地的内饰装修系统 以及游戏完成任务的多样性等等 都没有相关的展示 其中关于飞船基地的内饰装修系统 我之前还幻想说 会不会可以像模拟人生一样 完全的自定义内饰的装修、摆放等等 不过目前来看有点悬啊 所以暂且就当做不能自定义吧 大失望 本时代,也就是XX主机上 游戏将会锁定到30帧 且陶德表示游戏中将不会有 通过牺牲游戏画面 从而获得60帧的性能模式 这一点我是非常失望的 怎么我都已经买了次时代主机了 帧数还停留在30帧呢 当然这里所说的30帧 应该是指4K30帧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2K 或是1080P60帧模式 因为对于有些玩家 可能对帧数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游戏也自在低人称模式 使用此模式的玩家 可能就会更加需要60帧模式 从而减轻眩晕的症状 当然陶德也表示 通过给游戏添加动态模糊 或者是其他的科技语很活 可能在主机上30帧的效果 不会特别的差 不过这也很难说 大失望 无地面载聚 陶德表示游戏中将不会有地面载聚 玩家的喷气背包充当了其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玩家想要在地面上远行 要么就是要不停地通过背包 扑斯扑斯前行 要么就要先登陆飞船 再选择不同的降落点着陆 之前我忘记在哪里看到的 说是载聚的高速度 可能会影响游戏中随机事件的生成 我忘记具体是什么原因了 不过我个人还是不买账的 希望到时候有相关的mode吧 失望 经验值 这准行下方的经验值居然还在这里 这个通过mode修改应该不是难事 不过官方人员就没人觉得 这个经验值很碍事吗 失望 无价 通过实际演示中的片段 我们可以发现游戏的无价是很离谱的 有超过两万一把的枪 这个价格购买一套羊服了 甚至可以买好几套羊服了 一份精美的餐食可以价值700元 也就是说 做30份快餐就可以换一套羊服了 更离谱的是 这一艘新手飞船价值才7300 一套羊服能换三艘飞船 或者是做10份餐食就可以换一艘飞船 另外在实际演示中 有一幕展示了玩家的宣赏金 只有区区的650元 我在地图上随便捡个垃圾都快100元了 真的是做赏金恋人 不如去做废品回收的 李大福 食物属性 说到食物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演示中展示的集中小零食 绝大多数展示的食物都只能恢复血量 包括价格几百元的精美食物也是如此 只有一个例外是用血量换取血氧的果汁 我个人感觉多样性还是有点少 希望只是因为展示的是初期人物所携带的食物 另外通过餐食的介绍我们也能推断 目前游戏首发应该是不会有生存模式的 除非在生存模式中会添加额外的属性 不知道大家喜欢玩生存的游戏或是生存模式吗 如果星空有一个官方自带的生存模式 我个人还是非常想尝试一下的 不过民间的生存模式MOD 应该会有大神做出来的吧 10号 物品掉落 根据博士其他游戏的特性 玩家是可以完全扒光敌人物品的 就是敌人身上的东西 武器等等他用了什么击杀之后就可以获得什么 不过在星空中并不是这种情况 貌似像是宇航服这种物品 应该是变成了随机掉落 我个人其实是可以接受制衣设定的 毕竟宇航服的价格太贵了 变成随机掉落的模式 或多或少也可以减缓金钱数额的过分膨胀 无无缝 登船会黑屏读取游戏 并且在一段播片之后才能继续控制飞船 而不能像某些游戏一样 可以做到从地面到太空中的无缝驾驶体验 我个人感觉这种无缝体验 用mode也是相对比较难实现的效果 所以只能期望在游戏发射后 官方能做出相对应的更新 虽然我个人可以接受这一点 毕竟对比上时代游戏 随便一个读取游戏画面 就要等上几分钟的情况要强太多了 不过貌似在玩家中 正无缝的呼声还是挺高的 除了起飞降落的无缝风 进入某些场所 建筑物等也会出现黑屏读条的过程 小失望 星空中人物的建模其实还算不错的 特别是在服装或是武器上的材质 不过在捏人画面中的胡子是怎么回事啊 很像是换了个盗版游戏引擎做出来的效果 另外在游戏中 可能只有主线剧情 或者是重要剧情中的人物 才能享有这种非常自然的动画播片待遇 其他的绝大部分牛皮虫呢 还处在这种战装 表情僵硬 眼神怪异的对话模式 虽然星空的对话体量确实庞大 也算可以理解 不过真的希望可以加强一下人物的表情 小失望 技能数 目前游戏中的技能系统呢 如果我是纯潜行玩家 解锁了很多潜行所需的技能 那么我可能没办法去学习其他的强械技能 类似这种技能和技能 流派与流派之间的限制 是我觉得相对比较合理的设定 如果没有这种制约 只要玩家投入的时间够多 就都可以成为六边形战士了 当然有可能每只技能数的可解锁技能数量 是有上限的 不过这个上限 顶一顶也是可以轻松化解的 所以在游戏中后期 玩家在技能上将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从这一点上来说 减少了一些游戏的多样性和可玩性 小失望 从这里的装备界面我们可以发现 玩家能穿戴的服装呢 有四个类别 分别是宇航服 喷气背包 头盔 服装 其中前三项并没有紫菜单 也就是说每一项呢 为一件装备 所以服装这里希望能有个紫菜单 可以让装备的数量多一些 要不然人物只能穿戴四件物品 感觉数量上呢 还是有点少的 小小失望 下海的 不是水下内容 目前实际也是 完全没有展示任何水下场景 也不知道玩家是不是浴水计划 还是说只能简单的游泳之类的 不过既然没有展示 我们就把期待降到最低吧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陆地上能玩的内容也已经足够多了 没必要再去水下了 不过如果不能钓鱼的话 作为本游戏的吉祥物 我们终于是看到了 WASCO更多镜头了 包括用胸前的大管子射的画面 以及金展画面 但是依旧没有我之前幻想的 改装界面 或者是和周围环境交互的界面 这里的画面貌似表示 WASCO可以有不同的皮肤 这个镜头貌似暗示了 确实有改装的功能 不过这些可能并不是WASCO 只是另一款类似的机器人罢了 小小小时光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主要内容了 感谢各位收看 大家对以上的下述 还有其他的观念和想法吗 不妨在评论区一起草论交流吧 最后别忘了留下大大点赞 这对频道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帮助 那我是夏仲 我们下期视频的影片 拜拜 拜拜